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回應12個港人偷渡案 他說是12個罪犯自行安排逃走與人無關 至於警方當日有沒有與飛行服務隊行動 監視12個港人偷渡 他說不宜透露警方的行動細節 潘耀昇報導 12名涉嫌偷渡的港人仍然被扣留在鹽田看守所 家屬早前向飛行服務隊抗議 質疑他們聯同警方在12個港人偷渡當日 有派定義機監視反映事前之情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 不便透露警方行動細節 但就說12個港人潛逃與人無關 他所說就是含血噴人的一些虛假的指控 他說我們是串謀要綁架這12個罪犯回內地 這12位的罪犯是他們自己去買船 自己安排臨走之前找一些安全的地方暫住 自己的安排去到台灣那裏是有人接去的 整件事都是他們自己安排的 因為每天警方有很多不同的行動 和很多部門合作 我們是不適宜透露我們警方行動細節的 因為透露了很多罪犯就利用這些資料 企圖就會不讓我們去抓 另外有14個九龍城區議員聯署 反對鄧炳強到訪區議會 批評他以交流之名做政治樣板戲 獲主席批准剔除會面議程 究竟這14位區議員聯署是否很擔憂我 在區議會中說真話呢 是否很擔憂我的正義呢 是否很擔憂他們的方法會被我導課呢 他們有14個天我只有一個 你怕甚麼呢 看回過往的經驗去不同的區議會 都是各個議員自己表述 他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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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的套 都不是直接回應議員的一些提問 其實都是浪費議會的時間 主席又說不會收回這次拒絕鄧炳強到訪區議會的決定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報導